歡迎來到小小娛樂之愛的迫降第六集 還記不記得上集說到Sally去了平壤拍證件照的時候 Sally想和Lijon Hurt拍合照留念 但被Lijon Hurt拒絕了 但其實Lijon Hurt偷偷地叫人多曬一張出來自己留念 結尾還說到撞到巨勝進 Lijon Hurt為了保護Sally表現十足一個Bodyguard感 一度認為巨勝進對Sally有威脅 還追問Sally和巨勝進是什麼關係 巨勝進為了逃避二哥追捕 急忙約定Sally那晚見面 但最後巨勝進都被捕 為了保住性命和詐騙的錢 出賣了Sally在北韓的情況 和二哥作出交易 Sally的哥哥為了要嫁走Sally 所以介紹了英籍的巨勝進給Sally認識 但當然Sally沒有上當 不過竟然在北韓可以撞到 令Sally覺得是命中注定 這句話就令Lijon Hurt的噪意爆發 認為他們這樣叫巧合 而Lijon Hurt和Sally先是叫命中注定 同一個時候 隨丹收到朋友的電話 聲稱見到Lijon Hurt在酒店 和另一個女子同行 隨丹就立即趕到酒店 並且表達不滿 還私下約了雙方家長晚餐的一事 但是Lijon Hurt並沒有任何反應 只是道歉和會協助出情晚餐 就在同一晚同一間酒店裏 巨勝進為了證明Sally在北韓 又偷拍又錄下他們的對話給二哥 另一方面Lijon Hurt和徐丹雙方家長 就定好了結婚的日子 而Lijon Hurt去接Sally的時候 發現她和阿巨勝進一齊不見了 當Lijon Hurt找到他們的時候 就很生氣了 還對Sally說 只要她在Lijon Hurt的視線內 Sally就會安全 這樣還不是表達愛意? 其後兩人就去到炸雞店鑊 行聊的時候落起雪梨 而Sally在醉醉的情況下 就說出了自己因為太喜歡 所以對離開感到煩惱 至於趙哲強 因為他持有上司的把柄 所以很快就放了出來 同一個時間二哥就為了令Sally回不了南行 安排了巨勝進和趙哲強見面 並且吩咐要一同看著Sally 不可以讓她回南行 這個時候趙哲強看到Sally的相片 終於就有證據證明她真的不是十一科的人 變相擁有了Lijon Hurt的把柄 於是兩人就計劃 怎樣阻止Sally星期四出國的事 Sally為了自己即將離開而向村內的阿豬媽道別 還和第五中對士兵們一起去交遊 表示不捨的情感 離開的晚上只有光輔開車送Sally走 所以Sally提前和Lijon Hurt表明回南行會經常想起她 但是反而Lijon Hurt叫Sally忘記她 忘記北韓的一切 要好好生活 最後他們兩個就握手道別 但是其實Sally想和Lijon Hurt擁抱道別是真 當光輔車駛到往機場的高速公路的時候 趙哲強的軍車出現並且向Sally的車開槍 令其停下 而當軍車準備以高車速的撞向Sally的時候 Lijon Hurt開著電單車出現 利用電單車令軍車停下不至於撞上去 當然在這個時候Sally就很擔心 還立刻下車飛奔到Lijon Hurt身旁 而Lijon Hurt都只是顧著Sally的安危 問她有沒有事有沒有受傷 這個時候 軍車上的軍人向Sally開槍 Lijon Hurt為了保護Sally 抱著Sally一個轉身 令背部和腳都中了槍傷 最後 暈倒在Sally的懷抱內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何Lijon Hurt會出現 原來早上Lijon Hurt已經和光輔說好了 會進行雙重保護 而自己就做好一切的準備 例如把電單車換上最好的裝備 還帶上好幾把不同款式的槍在身 Lijon Hurt之所以做到這個份上 最主要都是因為她對Sally的承諾 只要Sally是在視線範圍內 她一定會守護著 那麼浪漫的男人 在哪裡找呢 大哥 第六集 那就完了 看著啦